在我们的模型完成跟质感也完成了之后 当然这里我们质感没有做得很精细 我们这里主要就是上颜色 场中质感的部分 再来我们要绑骨架绑定之前 我们要对模型做一些检查 第一 跟准备 第一我们请把我们的模型命名命好 命名命好 眼睛的左右边 像我眼皮没有送到 像这里发现眼皮没有送到质感 眼皮 没有送到质感我们帮他补上 眼皮我们这里可以利用 这里一个快 最后选到的是我们要的材质 按Ctrl L 我们这里 material 让他make think 就指定他会吃到什么样的材质 当然他如果你有附属材质他也会一起吃到 这里我们不需要质感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掉 好这样眼皮我们关掉 命名 命名第一个命名 再来 模型 的缩放 scale 像特别像眼睛我们在缩放的时候 看有没有缩放 然后把它归零 模型也是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都要做Ctrl A 我们把scale都归零 但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说的物件选起来 Ctrl A 对 对 灯我们现在隐藏不起来 不要 动到 眼睛Ctrl A 就是scale 这样 我们模型才不会在绑骨架的时候变形 好 在左边有了 但是有没有需要 有些部分说 我们需要模型要把一些细节压掉的 像眼睛的部分 眼皮 我们是用程序性做的 可 目前的状况下 我们是可以把它压掉或不压掉 其实都不影响 像这里的话 我就会先不压掉 因为其实 armature 也是 那个modify的一种 我们把层机属性调整一下 它依然可以作用 好 在我们做一段检查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进入 防骨架 好